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啊 我们感谢你 如此的爱我们 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你拆遣你独身的爱子主耶稣 来为我们的罪带死 他为我们所流的血 就像当年你叫以色列人 根据这个亚伦献祭的制度 要献上这个羊羔 是的我们知道主耶稣 就是为我们带罪的羔羊 要除去我们的罪孽 我们接受他 我们已经得了你自己 所有设罪的恩典 我们感谢赞美主 你把你宝贵的圣灵 也示下来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领受 从圣灵来的教导 因此我们就恳求你 示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 使我们真知道你 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我们心中眼睛被圣灵打开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耶稣 已经准备 他准备从天降临 我们知道主耶稣也同时 接着圣灵 在地上执行的工作 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 要在地上彰显 他自己的公义的属性 还要接着圣灵 大大的浇灌在圣徒的身上 让圣徒有这个 为主受苦殉道的这种性质 我们深信 当我们在这个时代勇敢的传讲 耶稣基督拯救人的福音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不久的将来就有许许多多的人 无论外邦的一旦还归向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的主耶稣要从天降临 在地上设立迁徙的国度 之后就要引进这个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 这个永久的国度 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知道 现今主耶稣 给我们深深的相信 主耶稣 他在宝座前是战利的羔羊 虽被杀 但他已经战利 他有七角七眼 就是上帝的七灵 奉差遣往普天下去 是的 这个时刻 我们相信 主耶稣的宝血是大有功效的 因此我们就恳求 圣灵大大的工作 让每一个弟兄姐妹 牧者 我们在灵里面 领受你的教导 知道我们处的时代 我们可以预备好自己 预备好宗教会弟兄姐妹 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 师父我们以下一期的学习 在你面前献上感恩 赞美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大标题 主耶稣 他是全副军装 从第一章我们就看到 他是怎么样带领他的 这个末期的教会 怎么样捷径 怎么样牧养 今天这一堂是第27季 我们讲了27次 那我们都知道 我们现今处在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时代 现在我每天看这个新冠病毒 大概每一天的人数增加 都15万到20万之间 所以一个月里面 你可以想象 他大概给好几百万人世界各地 都继续 就是受这个病毒的影响 当然病毒影响失业力 影响流业等等 最近在中国 昨天在看的新闻里面 中国一共下了33天豪雨 你可以想象到处各地都许多的水灾 甚至这个三峡水坝 到底他能够撑得住吗 各地的这个地震 这个战争 最近这两个礼拜 在伊朗的一些设施 据说是靠近他体炼 这个赫兹武器的地方有联系 这一两个礼拜有五次的爆炸 据说这个伊朗怀疑是 这个以色列或者美国搞的 就要摧毁他们的 这个赫兹的这个设施等等 所以这些都 你都看到这个情况 那美国也是一样 现在每一天我都看新闻 每一个很多地方还是有动乱 在我昨天看的新闻 在扑人那个地方 他连续有33天 几乎每晚 那些人就到处去示威 假借作示威 但是却是背后隐藏的很可怕的一些动机 那我们最近这两个礼拜看到 以色列人的第二轮的新冠病毒 又重来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东西都是 我们可以说是我们处在2020的时代 是几乎是没有一天给我们社会给我们一个好消息 但是教会呢 我们做教会 我们处在这个世界 这个时代 那我想今天我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 就是回归或者回改 这个重要性 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这座圣灵 继续做这个捷径的工作 从来没有停止过 那我今天会介绍一个讲言 一个我尊敬的一个牧师 犹太人牧师叫做Jonathan Kant 他最近在呼吁在美国在世界各地 叫回归 这个的return 我们深信就是主耶稣 我们在启示录第五章第八到十四节 这个全宇宙的这个大敬拜之前 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相信 这剩下这几个月来 我们知道圣灵继续在工作 预备圣徒一个大悔改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 我给你这些经文里面呢 就告诉今天我要讲的 这个重点呢 因为耶稣站在这个宝座前 他被刑 他给遗憾看到 他是被杀的 表示他流血 他所流的血 就在这个时刻 圣灵要高级这个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大有功效的 罗马书八章二三十二节有提到 上帝啊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这个舍了所指的就是耶稣的代史 他所立的血的月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 拜拜赐给我们吗 是的 主耶稣特别教导他的门徒说 这个天父 岂不将圣灵给赐给他的人吗 就是我们属于他的儿女似的 天父有意愿说 在以后这个整个末后的时候 就是世界的末了的时候 他说要将他的灵教关在环流血气的 这里讲到 无论是儿女老年人 儿女做义员老年人做义梦 说要你能看异象等等 这个现今我们相信已经处在这个时代 所以我们要准备好我们自己 刚才我讲到这个犹太人 他是犹太人牧师 这个犹太人 按照我的 应该是去年就开始听他的一些讲道了 我上帝很奇妙就把 我就祷告上帝把那些真正为主做工的牧者 所以在过去这整 我看大概有20个吧 这几年来 世界各地的重要的讲言都带到我的这个圈子里面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 去年这个叫Jonathan Kant 他自己目前在纽洛西 他是美国的犹太人 他是犹太教的 后来大概20岁的时候信主 他其实10多岁就神已经呼召他的 他经过过一次还是两次 我都忘记了 他的见证里面 他面对死亡 严重车祸 后来上帝保守 他顺服 他就接受主 后来他从20岁开始到现在 释放了整40年 他目前在纽洛西 他有个叫Jerusalem Center 叫你做主任牧师 但是他按照我自己 我常常为好几位 我不认识 但是上帝把他带到我生命中间的犹太人牧师 那我是觉得他的影响力 目前是最大的 至少我了解的 所以等一下我们看他带动的 这个整个的Return 这是在纽洛西 这个他的Jerusalem Center 我今年初的时候 我有机会去New York City 我也本来想 我也经过 靠近他那一带 我跟我儿子去找 我们去Princeton 这个Seminary的时候 本来我想过去Jerusalem Center 看看这个牧师 找他聊天 但是时间不允许 我们就没有过去了 所以有机会 我都很想去这个地方 认识这个 亲眼看到这个牧师 那他自己呢 上帝怜悯 大概我从他的写作里面 就有一本叫做Havengers 就是他应该在十年吧 十年前他就上帝很奇妙的 就把这个有关以色列人 被掳之前 北国南国被掳之前 所发生的一些的 他们背弃神的一些的这个遗照 就是之后就被掳 就国家就被毁 然后他自己从 他是犹太人嘛 他对旧约很熟 犹太教的这些仪式等等都很熟的 他自己看 他就在美国嘛 他是在美国出生的 这美国的这个 这个美国人 犹太人 犹太美国人 所以在这里 他就看到美国 特别是过去二十年来 从这个911事件 上次很奇妙把他带领到 这个911事件所发生的事情 911之后 他就一直在美国呼吁 美国要回改 他看为这是一个 一个遗照来的 美国要走向灭亡的一个遗照 所以过去这二十年来 他在美国一直呼吁 美国教会要回改 所以这个你可以上网去查的 去看了 我没有时间把这些一个一个讲出来 就是他看到以色列人灭国的九个遗照 跟这个主要事件 然后接下来 主要整个事件所发生的事情 他看到是一模一样的 当然他的解读 他是用小说的方式写这一本书 The Harbingers 是Best Time Seller New York Best Time Seller 是很多人看的 这个他用底下书第九章第十集 来做解释 所以你可以上网去看 这是英文版的 我不晓得也没有中文版 你可以上去看 看这个 我觉得我看的时候 我觉得我其实很认同他讲的东西 当然不是每一个 每一个人都认同他讲的 但是你在网上会看到有些人 会批评他所写的这些东西 那无论怎么样 这你可以看 那他现在在网上在推动 就是在美国推动 包括全世界 呼吁全世界 你可以上网去 这个的returnwebsite.org 或者你在这个 就是YouTube里面 你打的returnJonathanCant 就是你会看到 大概有8分钟 也有11分钟 里面的介绍 我本来想要放给你们看 但是后来想 可能比较长了一点 你可以上网去 这个YouTube里面 的return 所以在今年 就是 这个今年9月18号开始 为什么选18号呢 18号这一天 就是犹太人的71号 日期是7月1号 7月1号就是犹太人的 Day of Trumpet 就是那个号角节 就是他们的新年 他们吹号角 7月10号就是他们用10天 7月10号他们的赎罪日 旧位里面这些 如果你走旧位 你就知道7月10号是他们的赎罪日 7月16号开始 就是这个祝鹏节 就是收藏节 有一个礼拜的庆祝 所以他就选用他们这个犹太人的 因为他是犹太人嘛 我觉得是很贴切的 用那个犹太人 这个7月1号号角节 号召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 要向全人上帝来悔改 用10天 不是一天 10天 就是我想 因为10天给我们有机会 每天都安静 来悔改 来祷告 我们身心 我们还有很多 我们生命里面的污点 要一个一个要除气的 主耶稣要从天降临的时候 他要使他的教会 成为荣耀的教会 乃是圣洁 无有瑕疵的话 我们每一样的罪 我们要对付的 我们没有一样的罪 是不被对付的 所以这个return 他会在这个 这10天里面 鼓励宗教会 圣徒 好好的认罪悔改 那因为为什么 因为主耶稣的保险 还有功效 那在9月26号 在华盛顿 National Mall里面 他会召集 如果你能够到现场 如果你在美国的话 我自己有打算 如果煮许可的话 我会希望可以去 这个地方 这个我都会参与 我最近都在注意 我在给推广 所以你在我的费数里面 看到这一些的广告 所以我不时不时都会 po上去这个广告推广 我相信 不但是美国人的事 是世界各地教会 虽然我目前零零星星 各地都有经历一些的复兴 但是这还不够 我们都知道 这个启示录第五章 第八到十四节的 这个整个全宇宙的大复兴呢 的前夕里面 就是要献一个大悔改 那这个 你在网上都可以找到那些资料的 这个他用 这个9月26号 这个是星期六 这安息之来的 四十天 他到四十天 before美国的 election 这是一月的 这个大选 我现在美国大选 这个是 今年会 会非常混乱 你 比上一届更混乱 我可以告诉你 你就意备心 就是这一天也是 五月花 登陆美国的四百周年 这么巧 所以 the gathering of the returner and events of the prayer and repentance will also take place across the country 他说指的 这个是美国 in state capitals churches homes as well as in nation around the world 所以这个是一个 世界性的 所以上帝使用 这个牧师 犹太人牧师 是犹太人 我在强调 犹太人牧师 我们好像回到 第四级 犹太人的 这一些领袖 这些使徒 带动 当中加入的 还有重要的 James Dobson Pat Robertson and 这个 Grand Lodge 就是 哥培里牧师的 一个女儿等等 这个 Martin Luther King 的侄女 还有其他的 重要的 这个基督教领袖 都会参与在当中 这个 这个是一个 群体的 工作 那除此之外呢 我相信 我自己 我稍微在看 美国 在这些年间呢 不单 只是 Johnson 看 还有其他的牧师 这个是 Steven Andrew The Pastor of USA Christian Church 他其实自己 也在 几年前 也列出 美国的 各项的罪 要呼吁 全国要 悔改 等一下 我会给你看 这几十年 美国发生 什么事情 那就列出了 大概有12样的 罪项要悔改 这里 你可以慢慢 看 我就 每一个 讲出来 这个是 刚才我 讲的 就是 Anna Graham Lott 就是 哥佩里 博士的 这个女儿 非常 她的几个孩子 都很 衷心参与 这个福音的工作 这是一张照片 97年 在 美国 每一年 都有一个 National Day of Prayer 她就在那里 做这个祷告 她也列出 不是12项 她是12大条的 这个罪项 特别今年的时候 她也列出来 这个 今年在3月15号的时候 她 我这里给你的 是部分的 她的这个 这个 这个祷告的内容 你可以上网去查的 她这里讲到 Confession of National Edition to Sex to Money to Pleasure to Entertainment to Pornography 还有 to Technology to Drugs to Alcohol to Food to TV Television to Popularity to Ourselves 这是 这是第一条 大大条 就很多了 她列出一共有12 所以 你可以看 这个我只是列出一些出来 还有更多的 你可以 上网去查 你打 她的名字 打这个 日期 你就可以看到了 然后讲 这个 完了之后 她最祷告的时候 她说 她说 不相信 主耶稣快要来了 常常祷告的时候 我们都会没有加这个字 就是 in Jesus' name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她还叫一个 soon to return Lord of Lords and Kings of Kings Jesus Christ in His name and for His glory pray 阿妹 所以这个网上 这个地址 你可以上网去查的 详细一些 我知道这个可能也有翻译成中文 我自己在 应该是三月的时候 就看到网上有流传它 这12条的这些祷告的内容 那我自己在 对美国 因为我曾经在美国 1985年到1993年 那8年我都在美国读大学读神学 我也在美国信主 所以我那个时候 我也身处在美国里面 我也知道一些教会的情况 那后来我就回去 马来西亚木会 教神学25年 上帝在去年 又把我带回来美国 那我回来的时候 也是为了美国复兴的 为了美国复兴 这个工作 但是为了美国复兴 当地把我带到一个世外桃源 小地方 在这里做美国复兴工作 所以很奇妙 上帝知道我需要在一个小地方 免受这个病毒的侵害 免受这个社会动荡不安 冲击 如果在大城市 就可能就情况不一样 那我自己了解的美国 这个60年来 我简单介绍就好了 详细你可以在网上去找很多资料 60年代开始 兴起一个运动叫Hippie 这个Hippie呢 或者我们用 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名词 叫后现代化 现代化跟后现代化 这后现代化的人呢 就开始讨厌这种 Structure 他也讨厌这种现今的 他叫Counter Counter Culture 就是反对文化的 他们穿作不是很整齐的 就是很时髦 很随随便便的 就是你去看Hippie 从运动60年代开始 也就是我出生 那一个年代 我是1966年出生 那教会呢 大概时候的运动里面呢 因为过去 美国独立 1776年独立 到1960年左右的话 大概整两百多两百年 都是受基督教非常严重的影响 他们的这些立国的 这一些的总统等等都是 敬虔的这一些的 这一些的基督徒 所以他们就开始去基督教化 因为基督教在学校 在高峰场所 你都看到 就是好像就他们 跟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那时候开始 这些人呢 就讨厌这种 这种所谓 他把这个基督教的价值观 从祷告 在学校他们有祷告的 老师可以带领祷告等等的 但是已经一个一个 他说这个你不能加在我们身上 我们是美国 我们自由的 公共场合 不能有这些 有基督教的这些的招牌啊等等 他就是 只要是公共场合 就是不能的 因为你会威胁这些 没有信主的人 或者无神论的人的情况 那我记得了解的里面呢 大概从70年代开始呢 美国的社情呢 这些杂志就开始公开化 你在美国 你在什么地方找 你要买这种 这些社情的东西呢 你就在 就是你去7-11 就是这些 便利店里面 你就找就找到 你去那些墨里面 都有的一大堆 摆在那边 可以给你看的 给你卖买的 那按照我记得了解呢 我在几个月前 听了一个弟兄 分享美国的这个情景的时候 他说 美国是 我没有记错 应该80多%吧 到90% 他说是全世界的社情的 这些杂物等等啊 网页啊 美国是占8-90%出口 所谓出口就是 很多都是从美国制造的 所以你看美国 是这个20世纪的 这个宣教出口国 他们也出口这个事情 所以美国就是 或好或坏呢 就是影响世界的 所以我现在处在一个 这个来到美国 就处在一个 这里总统讲什么话 就摇动世界的 就是 所以我感谢主 帮我带到美国来 我可以现场 可以在这里 亲身体会 明白这个处境 然后73年呢 这个全国 这个堕胎合法化 这个美国的 这个最高法院通过 可以这个堕胎 是合法的 所以从70年代开始 到现今50年来里面 据说已经杀了 6000万的这些的胎儿 还没有出生的胎儿 另外呢 我们都知道 美国的这个 色情公开化 各方面 这个道德 这个败坏等等 大概80年代就 当然我们都知道 同性恋的事情 然后在80年代 出现了艾滋病等等 那有些人就说 这些就是 这个同性恋 所制造出来的艾滋病 等等 那最可怕的是 2003年 十多年前呢 我记住 也注意这个新闻 当然教会那个时候开始 当然不是在200年 更早的时候 又开始接纳 这些同性恋者 我觉得 同性恋只不过是一个 一个生活方式 不是什么大 没有什么大罪 特别有些 可以找经文里面 支持说同性恋 上帝没有反对 同性恋等等 所以教会开始 接纳同性恋 然后开始 不断接纳 信徒这个同性恋 开始接纳 牧师 有同性恋的 也可以做牧师 到最可怕的 就是主教 第一位 安逸主教 当时圣公会 安逸这个主教 所以你就看到 这个整个教会 他们就把这些都是一个 人家个人的事情 你不用去管 只要 他是信主的 他信耶稣的 所以这些东西 就 价值观就削弱了 到了2015年 五年前 在奥巴马的第二任的时候 这个同性恋 全国化 当时只有在美国21周 有这个可以做注册同性恋的 但是 这个奥巴马第二任的时候 推动的时候 就 这个全国化 其实如果你真的去看 这些同性恋的人数 是占卜是美国大多数 是属于少数的 但是这些少数 在那些主流的媒体 推广之下 这个 变成是主流了 所以你看奥巴马那个时候 白宫 把那个 就是放那个 有这个 我们讲说 这个彩虹的颜色 所以放在那里 就觉得很荣耀的一件事情 这个同性恋 全国化 所以是很可怕的 这个事情 这些你先看 这60年来 所以今年呢 现在不是去基督教 去上帝化 现在 表面看来 就借着这个 一个黑人被百人 压着死的这件事情 就要求的所谓的公益 但是其实背后里面呢 他们有一个很可怕的思想 就是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上帝的 就是不单是基督教 就是没有去上帝化 就是说 所以你会看到现在 他们 之前把那一些 他们认为是 这些 对 和平没有什么贡献 公平没有什么贡献 那些缩项把它推倒 现在连林肯啊 还有其他的这些美国 这些其他的 重要的这些总统等等 缩项都要把它丢掉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丢掉 他要把美国的历史丢掉嘛 因为美国的历史 就是建立在上帝的历史上面嘛 所以今年是去上帝化 他们不管 表面那些 他们就接着那些 真正想和平思维的人 他们也插进来 加进去 所以就搞破坏 所以你会看到呢 有当中 当然有一些真正和平思维的 但是当之后呢 你会看到另一组的人呢 是破坏的 他们要去上帝 他们就要 所谓的把这个马克思主义 要把马克思主义成为美国的主流 所以他们现在要做这个事情 所以他们就用表面看来是好像要求一个公平 公正的一种的诉求 但是其实背后的是去上帝化 那我相信教会已经知道这个事情 很多教会都知道这个事情 我们教会不会等着他们来去上帝 就肯定 教会就求上帝 就认罪祷告 我们过去这六十年来做了什么东西 这个整个美国就走向 我们讲说走向灭亡之路 但是呢 上帝却在四年三四年前兴起的一个 大家看不好的 觉得他这个川可以做总统 如果川可以做总统 我都可以做总统 对吗 很多人可能这样想 他们知道这个是投封的总统 他在上一届竞选的时候 讲的话好像不用钱这样的 就是什么话都可以讲的 所以他算是crazy 这个president 但是我自己过去这几年看到的时候 上帝其实正在用他逆转美国 把这个美国走向灭亡 带回美国正路 所以我自己相信 这个美国不会走向灭亡 上帝已经阻止出手了 上帝已经给美国这几年机会 所以我感谢赞美主上帝 兴起这个犹太人的牧师 他呼吁全世界各地的 首先是美国 然后全世界各地的圣徒一起 他用的这个历代之下第七章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祷告 寻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垂听 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 我必真领看彻耳听 在此处所信的 我们深深相信 这个 Jordan Kant的牧师 还有其他的基督教领袖 在这几个月一直很努力的 透过这些宣传 呼吁美国 要认罪 要悔改 要诚心的悔改 来归向主 所以这是我们也深信 这是这个启示录第五章 八到十四节里面 过去这几个礼拜 我一直讲的 这个宇宙的大复兴前夕 耶稣站在宝座前 以战役的羔羊 被杀的羔羊 被杀所指 就是主耶稣的宝血 仍具有功效 主耶稣的宝血 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真的靠着耶稣的宝血 我们得以上帝和好 同时我们的生命的捷径 继续要借着主耶稣的宝血 这就是为什么 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 当其中一个战老说 看了犹大的狮子 大卫的根的时候 耶稣不是以这个 一个很雄伟的狮子显现 也不是以一个很雄伟的 这个军王 龙的军王显现 他却是一个羔羊战役 但是却是被杀过的 所以要带出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主耶稣的宝血 就有功效 所以这个时代也就是现今 我看就是配合 刚才我讲前面 花了蛮长时间给你介绍 这个Jordan Kant 现在在美国带动了 整个的这个运动 这个回归 回到上帝的运动 回转 回转 回向上帝的运动 因为他相信 Jordan Kant相信 主耶稣的宝血是有功效的 在犹太人7月10号 他们是一年一度 全国大祭司进入这个自圣所 带着无瑕持的羔羊的血 进入里面 这个自圣所里面献祭 为他自己 为整个以色列民族献祭 所以他选择这一天 是犹太人的赎罪日 所以我们相信 当然每一天都可以成为赎罪日 但是我相信选这个 旧月里面这个犹太人的日子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主耶稣的宝血 是大有功效的 所以以下我就花一点的时间 虽然我们过去 这三四个礼拜都有谈过 但是我相信重复的时候 我想会继续加深 你对这个有关主耶稣 为什么要以这个羔羊战利 以被杀的感染显现 所以我第一点会谈一下 然后第二我们就会进入 启示录第七章的 这一个一些 我们看到天使正在准备迎接 一批又一批的人来归向主 这个今天的第一个内容里面 圣灵献金重要的工作 那就是我在前几个礼拜有提到 在五月份我看为是五月份 从这个复合节到这个五旬节 这一段期间 我自己在世界各地 我在查考的资料里面 包括我现在处的这个地方 直接看到上帝通过这个疫情里面 复兴了许多教育的领袖 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启示录第四章看到的 带领就是那些24个长老是代表教育的领袖 现在教育的领袖要负起一个责任 带领所有的信徒来悔改 主耶稣的保险是大有功效的 所以已经复兴的教会的领袖呼吁圣徒来悔改 所以这是现在目前教会的领袖要做的工作 所以如果你看到的话 你若还没有复兴的话 你就要先第二倍复兴 你要带领你的会众一起来悔改 那我自己给你看的这一节经文 相信大家不会陌生 有关主耶稣 第五章第六节显现 以高阳战利被杀过的 他有七角七眼 然后这就是七角七眼 也是神的七灵奉差点往古天下去 所以第五节的这个 我们看到主耶稣跟这个圣灵 是和而为一的 就是主耶稣在圣灵里面 圣灵在主耶稣里面 你看到吗 所以这个七角七眼 也是形容这个主耶稣 这个七角七眼也是形容圣灵 你看到没有一个字 这个形容是两用 所以好像连体阴这样 我看的时候好像是连体阴这样 主耶稣跟圣灵是连在一起的 现在圣灵已经在地上做什么呢 这里我首先让你知道 这个圣灵在哪里 他说凤塞浅往古天下去 去哪里是世界各地 去哪里是圣徒的圣子里面 我们知道圣灵是住在谁的里面 保罗讲说 岂不知你们的圣子就是圣灵的电吗 圣子你的body 就是你这个身体 这很奥秘的事情 我们的圣灵可以住在里面 这圣灵就是从神来的 住在你们里头 所以现在 在我们生命里面的 我们的圣体里面 住作圣灵 你知道吗 接下去呢 当有圣灵内住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主耶稣曾经教导过 门徒在伊亚福音14章 他说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 another kind 另外是another kind of the same kind 就是也像耶稣这样 所以这个是另外 就不是另外一个 权位比较脚 他跟父神 跟主耶稣 有等同的权柄 等同的荣耀 这里耶稣 形容他是保慧师 安慰师 他永远与你同在 接下去 几节下面说 到那日 你们就知道 我在父里面 你在我们里面 我也在你们里面 你怎么知道 我在你们里面 就在门徒里面 首先圣灵先在你们里面 所以主耶稣 升天之后 他复活升天 从父来领受圣灵 来到地上 吹气给这些门徒 他们领受圣灵的时候 他们马上知道 现在的耶稣 不是站在外面 现在耶稣 也住在他们里面 当耶稣 住在里面的时候 他说 父在主耶稣里面 所以父也同样的 在他们里面 所以这个是 以福所书 第二章22节里面 这个保罗形容到什么呢 就形容到 你们也靠他同辈 可以见到成为神 就是父神 见到圣灵基础的所在 所以你看到吗 这个神呢 神要见到圣灵基础 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有圣灵的内住 有主耶稣的内住 也有父神的内住 这是我们很难去 用头脑去想的 这个三位一体的神 可以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保罗怎么样形容 这个父上帝 他说那是独一不死的 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 不能靠近的光 讲到这个神的神圣 跟荣耀威严的时候 他却能够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你看到没有 王谱天下地的圣灵 住在谁 就住在你的身上 现在在你的身上 这个圣灵在你身上 是有七角七 他正在你的身上 要彰显他完全的能力 用完全的智慧跟眼见 所以你就要开始就看自己了 既然住在我生命里面的圣灵 是有七眼七角的 是要彰显完全的能力 完全的智慧的时候 我要怎么样 所以这个是我给你们看 这经文里面 你就知道 这个圣父圣主圣灵 可以内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首先是圣灵先内住 接下来圣灵 这个主耶稣叫做圣灵 住在我们里面 然后圣父 接下来住在耶稣里面 也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就接下来简单构出一下 这个我圣灵过去 你们都有听过 我就把它整理化 可能有一些是扩大的一些的内容 这个拥有完全能力智慧 看见的未来的圣灵 已经住在圣徒的身子 有body physical body里面 现今叫做圣徒的身子 彰显出他的能力 这个能力跟智慧跟眼见 这里我列出七方面 圣灵我们都知道 他要高级被杀的羔羊 战利的羔羊 所以被杀的羔羊在这里 圣灵要让众圣徒看见主耶稣 已经代替他们的罪受死 这个是父上帝众生都立的血的月 你是永久的月 这个月不是短暂的 是永久的 你真正信主的人 你是不会失去救恩的 因为这个上帝 借着耶稣的所立的血的月 是永久的 不是短暂的 是永久的 而且父上帝是根据这个血的月 这个血的月 赐下各样属灵的福去 所以如今他的宝血仍旧 有色罪的功效 就是你看 父上帝坐在宝座前 对吗 站在他的宝座前的耶稣 是战利的羔羊 然后是被杀的羔羊 所以每一次父上帝看什么 他看到那个站在他前面 被杀的羔羊的血 就是所立的这个信业 所以主耶稣的宝血是有功效 现在他就给我们看到 我们每一个圣徒 无论我们犯什么罪 我们都可以借到主耶稣的宝血 生命得洁净 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所以这个时刻 圣灵就继续不断地用主耶稣的宝血 来洁净我们 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 我们随时随地 我们有哪一方面 我们有得罪神的 我们马上悔改 马上认罪 我们就马上领受这个赦罪的恩典 所以另一方面 圣灵要让众圣徒看见的主耶稣是唯一的救主 那个被杀的羔羊是唯一的救主 圣徒要勇敢传讲主耶稣的福音 借着主耶稣的宝血 世人可以得到上帝的圣灵 以上帝和好成为上帝的儿女 领受圣灵和永远的这个圣灵 所以圣灵在地上工作 他要高级耶稣 要向世人宣告 透过基督徒的口出来 告诉他们 耶稣是唯一的救主 耶稣的宝血 才能够使他 就是说这些罪人能够以父神和好 同样的这个战役的羔羊 这个圣灵在这里工作 要让圣徒看见 就是耶稣从死里复赦 他永远的得胜者 他是永远的得胜者 恶者肯定是失败者来的 你叫恶者是堕落的天使 他的被造者 耶稣是创造者 所以耶稣曾经告诉保罗 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你在《使徒行传》第26章 保罗自己在大马社那个显现的时候 你要跟主耶稣对抗 你用脚踢那个刺 你敢不敢踢刺 你一定给那个刺刺伤的 他说你用脚踢那个刺是难的 肯定是失败的 如果被造者 这个撒旦是被造的堕落者 虽然他拥有这个很大的反抗的力量 如果这个被造者能够赢的创造者的话 那这个世界不是大乱 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最近这几个礼拜一直在思考 怎么被造的人 被造的堕落的天使 撒旦可以赢耶稣呢 这不可能的 耶稣是创造主 耶稣不是被造的 是创造主 对吧 你用任何的人用脚踢刺 是难的 这不可能的 你自己找死的 所以耶稣是永远的得胜者 他是站在永远的得胜 揭开这个接下来第六章的七个印 所以我们就是继续要靠耶稣的保血 是根据这个保血 付上帝于我们所立的永的预言 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 就是要提这个主耶稣的血 因为主耶稣的血就是上帝 就是我们蒙垂庭的根据 这就是我上次我画了好一些的经文 其实好几十个在聚会里面 犹太人他每一次祷告的时候 他要上帝垂庭祷告的时候 他说你记得吗 你在这个我们为奴之地的时候 你把我们从用担拯救出来 以我们立业 那我们从此就成为一个国家 我们这个国家是田地里面 只有一个国家跟耶和华上帝立业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好像一直提上帝这样 好像要他记得这样 现在我们就好像基督都这样 你知道吗 上帝你跟我立业是你的儿子的血的月来的 你知道吗 当然上帝知道了 但是我们祷告就要这样祷告 所以你一定要用 你一定要提这个保血 所以这个主耶稣有七脚七眼 所以主耶稣要借助圣灵 把他的完全能力 之为完全浇灌在圣徒的生命里面 使这个教会可以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所以我们正朝向 我们明天比今天会更加的圣洁 后天比明天更圣洁 下个月会比这个月更圣洁 明年会比今年更圣洁 因为这是圣灵正在执行的这个工作 然后同时也要看到 圣灵要让众生都看到 那一位被杀的羔羊 战利的羔羊 他其实是要来地上做和平之群的 这就是我们说 这个耶稣要来地上建立这个迁徙的国度 所以这个圣灵也要让圣徒看见呢 在这个时代呢 就是让他们知道 这个耶稣的血 可以带领许多人来归向主 同时作为祭司 那祭司做什么呢 就是要献上祷告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呢 就是我们继续不断把 我给你们的七个金香炉的祷告内容 是以耶稣同心的这个祷告内容给你们 可以作为这个祷告的 看到吗 所以我们知道 当我们终生徒 在圣灵的恩高之下 我们能够坚持到底 我们能够在地上跟耶稣一同做 这就是这个大复兴期间 我们会看到这个情景 所以这七方面 我想过去你都可能听过一些 让你知道 那以下的经文呢 就是让你知道 使徒耶和人他也提到 有关主耶稣的血 他一直讲 他写给这些人都是已经信主了的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如同神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 他的儿子的血 也洗尽我们一切的罪 所以继续讲到 我们要被耶稣 就是透过他的保血来洁净 圣灵来做这个洁净的工作 另外呢 我们在这里 一书里面第三章也提到 凡向他有着指望 就指望耶稣从天降临的人呢 就要洁净自己 像他洁净一样 接下来呢 我们就花一点的时间 进入这个 我们要看的第七章 按照我给你的这个 启示录的导航呢 我们现今是在 启示录的第五章 第五章的第六节 从第六节到第七节 还有一段时间 虽然是一节 耶稣现在站着 这个宝座前 他一起拿那个书卷的时候呢 就是引爆大复兴了 所以他站着的时候呢 这个圣灵已经在地上 所以第六节的圣灵呢 五章六节那里 现在在这个地上做的工作 所以我过去这几个礼拜 你去重会复习 我讲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 你就根据 我讲的这些圣灵的工作 在你的师祷中 在你的公祷中 把它导出来 这些鼓励 不但你要祷告 也鼓励众生徒 就要祷告 因为现今是圣灵做这个工作 我们要跟圣灵同心 首先你要知道 圣灵现在做什么 我们要知道 我们不能够猜测的 那我们就根据 这个启示录里面 第六章 他这个时刻 他这个时刻要彰显 主耶稣完全的能力 跟智慧在圣徒身上的时候 他要做的工作 他要高级耶稣的工作的时候 所以我们根据这些内容来祷告 以下我给你的这个呢 我想上几次有给你 我只是 我不会详细讲的 我就给你看到 上帝很奇妙 让我看到 七年的 9月29号 这犹太人的新年 就是五七八零 五七八零 这一年呢 上帝很奇妙 那一天呢 就是号角节 吹角 八零呢 八呢 这个八零呢 八呢 八十 在犹太人的这个数字里面 配 这个配呢 犹太人有十二个字母 第十个 十七 这个配呢 是第十七字母 在第十七 二十二个里面 它是十七 好像这个英文字母有二十六个 他们就有二十二个 二十二个里面呢 在第十七个字母呢 就是配 十七 配 那个配呢 就是嘴巴的意思 proclaim 好像那个 那个号角吹出来这样 然后这个 这个配十七呢 十七在犹太人的 这个西伯来字里面 十七呢 它的代表是 victory 就是胜利 所以耶稣以胜利的 这个吹这个号角 在九月二十九号 我这就是我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深深感受到 启示录第一章的应愿 但是我一直 感 我一直 一直 我有这样的感动 但是我一直没有办法 找出这个 后来上帝就引导我 看到这个 这一天的这三个大 基督教的主日 还有基督教纪念天使节 同一天发生 我就定位 我就以这个 这个2019年9月29号 犹太人的新年 就是5780年定位为 启示录第一章的应愿 所以接下来你又看慢慢 看下来 所以这是我自己在 祷告 在进食上帝给我 看到的整个的物件 所以目前呢 我自己看到 现在我们处在这个阶段 就是六月到九月里面 刚才我给你 这个Jonathan Kant 在呼吁 我相信 我自己在 我自己每一天都有 这几个月来 都有听了十几个 牧师的这些讲道 这些都是上帝 把他带来到中间 就是我们 我看到的 跟他们看到是 就大同小异的 他们也看到是这个时代 他们也是看到这个圣灵 完全恩高的时代 他们也是看到耶稣 这个时代要来的 就是上帝很奇妙的 把不同的讲言 不同的人 都有同样的心思 意念走在一起 其实这些人 我根本不认识他们的 但是上帝就把我带到 就是他们 就是说他们进到 我的生活圈子里面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都是比我年纪都大的 又是多七十岁八十岁都有的 这些都是在侍奉里面都已经proven 就是以受人尊重的这些牧者 他们的侍奉里面 所以我给你看的这个 这个启示日的GPS 你就可以稍微再复习一下了 所以我这第四章 我有提到这个是五月份的时候 是特别我感受到许起多多的领袖 特别被复兴起来 在打抱上那种的拨切追求 然后第五章呢 我就看到的音乐 从第五节五章开始 一到五节 我也从不同的讲言里面 看到他们就 耶稣要从天降临的时代 大卫的狮子 犹大的事 大卫的根要来了 所以我相信 张帝也透过我自己 也透过其他的牧者 故意准备耶稣从天降临 所以在耶稣从天降临之前 耶稣以高阳战役 被杀的高阳战役 有七角起焉 这个我在前几次有详细讲 你可以去看 所以这里说 我们正在准备音乐这一个 所以从第五章第六节 我目前看到是在这里 要从第五章第六节到第七 五章第七节呢 是有一段时间 这里可能要这几个月 需要神的大大的工作 所以我们在呼吁 全世界基督徒一起回改 能够的话在同样的时间 所以你就把这个九月 十八号到二十八号 希望你在马来西亚 在新加坡 在美国 在中国也好 你就定为那十天里面 现在开始准备了 就开始准备了 你可以上网 我刚才给你看那个 TheReturnWebsite.org 你上网去 它告诉你怎么做 它里面有一些资料 你可以参考的 你可以赶快把它倒录下来 那也是免费的 你可以倒录下来 可以根据里面的 你就可以开始设计 我相信这一次上帝 度过这个疫情 已经拆掉了整个教会的崇拜 大家都还在挣扎 所以尸体的往上的敬拜 尸体的敬拜都是很少人来的 我们教会里面 每一天我去参加了整一个月里面 来的大概二十多个人三十个人 以前可以做两百多人的 现在只是10%的人来 占大部分的人都还不想来 所以你要开始要知道上帝 不要我们躲在教会里面 在那边赞美赞美就好了 他要我们出气 要把师父教会的门好像关了 把他关起来 要我们去哪里 出气啊 就是要传福音啊 但是出去外面有瘟疫 谁叫你怕瘟疫 我想我们基督徒应该防范 当然要做 不过戴口罩 就戴口罩 讲话也是可以讲话的 所以我们就相信这段几个月是 教会领袖 教会领袖带动基督徒一起来回感 所以这是接下去第六章还没有开始的 还没有揭开的 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还要继续看下去 就我读下去的时候这些 我们去看第八章第九章 会看到二十二章 就让你看到 接下来要准备的 所以你走得更远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怎样做 所以感谢主 好那我们就接下来呢 用一点的时间 那我希望下一次可以更详细谈到 这个在接下来要看的第七章 一道世界里面讲到中天使的工作 那天使的工作呢 在启示录呢 一共大概出现七十多次 这个天使这个字 那是整本圣经里面出现最多的书卷来的 意思就是说这个末期的圣灵的工作是很明显的 这个天使的工作是很明显的 那我自己把一些的在福音书里面 跟主耶稣有关系的天使怎么样服侍主耶稣 因为耶稣要来成就这个救恩 所以我就不详细跟你看 我就把这些经文打出来 耶稣本来要跟他的未婚妻解这个月 但是主的使者告诉他要把他取过来 然后呢主的使者向牧羊人显现 告诉这个牧羊的人 这个光复万民的事情 就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 就是主基督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堆的天君 一起跟这个天使来赞美神 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然后另外呢 天使也在梦中告诉耶稣 要逃带领 这个他的太太玛利亚 还有耶稣往埃及那里去 然后后来主的使者 在梦中又向耶稣显现 要他回去这个以色列 所以之后呢他回到以色列 又被天使指示 就后来就往这个加利利那里去 后来就住在这个拿撒勒 另外我们都知道 魔鬼也用圣经讲到这个使者的工作 他说耶稣如果跳下去的话 主会吩咐使者来拖住他 然后这个耶稣被试探之后呢 有天使来伺候他 耶稣在科西玛尼言 这里他这个祷告的时候 之后呢我们看到有天使来加天给他力量 然后接下来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里面 耶稣复活之后呢 父女来找 佛墓来找耶稣 却有两个人站在旁边告诉他 说已经这个耶稣已经复活了 不要在死人中找活 然后我们看耶稣升天的时候呢 也有两个人 天使有时候以人的方式出现 有时候是用一个天使的形象 但是有很多时候也是用人的 这里就告诉那些加利利人 耶稣怎么样去 也会怎么样来 然后天使呢 在这个使徒行传有一些 对保护这个圣徒的工作 主的使者在夜间 把这个约翰跟彼得被关照 见到里面很神奇般的 把他带出来 然后第八章 这个主的使者 带领菲利去向安提阿波 这个太监传福音 然后这个 格里牛在异象中 在祷告的时候 异象中他看到有神的使者 跟他讲话 后来这个神的使者 要他差遣人去 找这个彼得来跟他们全家 亲朋去传福音 另外呢 我们也看到彼得被关在 监牢里面的时候 主的使者也去把他带出来 看到没有 第十二章 另外呢 十二章里面 这个西利王呢 当时非常的骄傲 上帝就派死者去罚他 后来他被虫子咬死 然后最后呢 二十七章呢 这个保罗 他被送往这个罗马去省的时候呢 他们传一件大浪 这个传应该是沉下去的了 但是他主耶稣 拆取他的使者 告诉他们不用怕 他们不会上命的 虽然有大风浪 但是他们还是会安全的抵达 这个罗马 然后另外在末日的时候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时 实在有讲到 这个天使要收割 你看 这经文里面 我就不意义讲了 你可以 看这些的经文里面都提到 有关这个耶稣来的时候呢 这天使的侍奉 帖上人家后书里面也有提到 前书也有提到 这些的经文 那接下来我们就用一点的时间 下一次我们会 可能会多一点 有关这个七章里面 我简单给你们的一个观察 我们都知道七章是元序第六章嘛 第六章的情况非常不稳定 很多灾难 很多战争 但是上帝保守他的子民 第七章 给我们看到这么多以色列人归主 我们下一次会看到 然后第一 也看到外邦人归主的情景 所以目前呢 在美国有好一些的牧师讲 A billion souls will be added to the church 十亿 他们看他们神已经感动好多的牧者说 在不久 不会太久的未来 有十亿的人来归向主 我们也看到这个第七章里面 这些得救的称颂者 得救的人称颂父上帝跟主耶稣 还有父上帝对圣徒的应许 主耶稣对圣徒的应许 这些的应许 接下来的逼迫会带来无限的鼓励 所以揭开另外第八章的这个区号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呢 就是这一个 这里的应许呢 就成为一个很大的动力 好 我们就读下去这个几节经文 我们下次可能可以更多的时间了解这个天使的工作 我希望可以做出一些整理 把这个整本启示录的天使的工作 你会看到很有持续的 不同的天使被派到不同的角落去执行 所以这里遗憾看到什么呢 他说 此后我见到 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 所以这个上帝派四个天使在四个地角 就四个世界四个角落 所以这些的天使按照父上的终极旨意 站在四个地的角 四个角落 这些天使呢 他们站在四个角表达主耶 是分拜他们掌管各地 那这些天使呢 他们执行什么呢 掌管地上四方的风 叫风不吹 在地上海上而树上 所以有四个天使特别是管风的 所以什么龙俭风 什么风啊 什么风啊 你不要以为是自然界的这种的行程 你这样讲的话 你就羞辱了这天使 你说什么 你以为那个龙俭风就是会起来的吗 以为那个台风会起来的吗 这个都讲了吗 你没有读启示的 很多人没有读启示的就不知道 天使是管风的 龙俭风 大风吹 大风速倒这个岛 你说那个是气候变化 那你神经病他会这样讲 所以你看这个四个天使 站在这里的时候 他笑你啊 当你讲这话的时候 他说 哇 你说什么 那个风是我吹的啊 我得了主耶稣给我的 这个 这个权柄 我站在那里 他叫我吹我就吹了 他们是掌管 全地的风向的天使啊 所以他们叫风吹在 对于说叫风 吹在地 叫风 不吹在地上 海上跟树上 他要吹跟不吹 他有这个权柄 所以你看到没有 所以我们看到 你看到这里 所以我们到看到 许多可怕的自然灾害的时候 我们就很容易联想到 父上帝审判 跟审判关系有关的 因为没有一件事 是在父上帝掌控之外嘛 对不对 所以这些蒙拣选的天使呢 他们是完全顺服 主耶稣和父上帝的指示 蒙恩的天使呢 都对父上帝 跟主耶稣的丰富是顺服的 并且迅速的去执行这个任务 另外出现的天使 他马上 我又看见另外一个天使出来 从日处出来 他出来的时候 他这里做什么呢 拿着神勇生神的印 就是向那得到权柄 能伤害第二海的四个位 伤害第二海的时候 你大声说 发生什么事 因为这个天使出现的时候 他有一个任务要做什么 他要把这个神的印 印在谁的身上 等一下我们看 这个是我们就下次有时间看的 就是十四万四千的这些 这个十二支派的人 所以说什么呢 地和海并说 你们先不要动 会影响他执行这个任务 暂时不动先 等我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恶 你看到没有 所以天使就这四个 站在四个角落的世界 四个角落天使就暂时不动 要执行这个任务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 这里讲到 这个等我们按照父神的终极旨意 印了我们上帝仆人的恶 这里讲到我们 所以这个天使出现的时候他只是一个代表 就是很多背后里面天使 因为他一个人没有办法执行 他要分配 所以他带了不是他一个带来的 他还有其他的天使一起要执行 这个将上帝的名 印在这些得救的人的恶上 所以接下去约翰就听见什么呢 我听见各支派中的数目 他听见的数目里面有14万4千 这是很感人的事情 我想这是一个整数的代表 我自己个人相信一定会超过是14万4千的 这里是一个整数的一个代表 所以我们感谢主 我们过去这四五十年来 一切我们可以说是史无前列的 很多犹太人一个一个归族 并且在这一次以色列的疫情当中 这些对信仰不虔诚的人开始 对信仰开始注意了 所以这是好的事情 所以这个我们下一次呢 会花更多的时间来谈这个天使的工作 我自己个人呢 我到目前为止 我的经历里面 我应该是没有看过天使 我是很想看到天使 我每天祷告的时候 我都说上帝 如果你让我看到天使 当然如果看到人的天使 你就不会怕 你如果看到那些 十尺高 二十尺高 三十尺高的天使 你就会害怕 但是如果你常常看到的话 你大概不会害怕 如果看到一些牧者 常常看到天使的 他讲看到天使 好像看到人这样 他所谓看到人 就是他已经习惯了 好 我们感谢主 第七章里面 天使的服事 准备许多以色列人归族 同时我相信 不但以色列 还有无法数算过来的 在外帮人归族 好 那我就讲到这里 今天的时间也算是长了一点 但是我想 这个时刻就给弟兄姐妹 如果你有问题要问的 要补充的也可以 我们就用一点时间给大家来分享 廖牧师平安 平安 庞牧师你说 为了省时间 我立刻就讲我的感受 是 好 廖牧师当你在讲的时候呢 我认为一样东西可以 confirm的就是 天使 要他们被拆检有固定的地方 掌权固定的工作这样的情况 是 就好像黑暗的势力也是有这样子的 黑暗势力也是有它的 territory这样的情况 它的范围 他会管一些地方 一些地方是分工合作的这样的情况 我也相信 您所讲的这个天使也是分工合作的 神派他去那里做什么管什么是一样的 那今天牧师讲的刚刚好 我说 你讲到那个 你讲到那个神的气角气眼 就是神的气眼要拆检和普遍下去嘛 嗯 我在猜想 这个这个气角气眼 这个神气领呢 不会同个时间去一个地方吧 我认为是没有必要去一个的地方 或住在那些心 只要气角气领住在同一个人身上的情况 我认为他是分射去不同的地区 每个地区呢 都有这个神的一个灵一个眼 一个脚一个脚是全病嘛 眼就是要观察嘛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他是分到每个地区呢 有他的 他的掌管的地方 所以我刚才我突然想到 到底世界分为多少个轴 有多少个羊 是神这个灵能够拆派去管每一个地方的情况 所以我哥哥在上网查一下的时候呢 他就发现也很准确 就是 我们这个世界呢 分为有七大洲 七大洲 四大羊 嗯 对 七洲里面就是 神的七灵 这个七灵就是七脚七眼呢 会分散在这七个大洲里面呢 去管理那个大洲里面树林征战的东西 这样的情况 然后 这个天使 四个天使呢 会派去这个四大羊 是管理海上的风啊 海啊等等的东西 这样的情况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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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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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师 那样牧师所讲的今天的 我认为 也也是很很可能有 有这个可能性在里面 就是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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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被分派 猜拳去七个大洲 然后 天使 四个天使 会去掌管四个大羊 那样的情况 所以我不晓得 有没有这个 联贯性在里面 那我自己看这个神的七灵的时候 啊 就是因为灵那里说指的是圣灵 然后那就是完全的意思 啊 所以我每一次讲的时候就说圣灵 它是完全能力 呃 大大的彰显在圣徒身上 所以当然圣灵也会给 不同的这个圣徒呢 有不同的恩赐 啊 所以有些圣徒就领受这个恩赐 啊 啊 啊 就彰显 啊 这个恩赐 啊 在他的事奉里面 但是那个恩赐呢 就是比方说讲道的恩赐 啊 他会彰显你会发现你 在末期讲道的时候 的力量呢 肯定远以胜过你之前讲的力量 或者你这个教导的恩赐 所以圣灵肯定会分给不同的人 不同的这个恩赐 但是他要带出的一个信息 就是 就是圣灵就是 完全彰显他的力量啊 就是 就是 All the way out 那有关这个 因为灵界里面啊 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堕落天使有三分之一跟着撒旦嘛 那好的天使蒙前选的天使有三分之二 所以他们在灵界里面是有分地的 就有分的 这掌管哪里哪里都有的 很多人 特别是 我知道福音派的基督徒啊 在这方面比较 不熟悉 就以为这些都是 能想出来的 其实没有啊 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啊 你会发现呢 不是 不是能想出来的 是启示录都已经教导了 有关这个 各个天使被 派不同的角落 然后各个天使也派 在不同的国家 所以以色列人呢 他们的这个 guarding angel就是Michael 米加勒 最有能力的天使就是米加勒 所以他们是 他是被委派特别管理 就是照顾以色列的 所以 然后其他的天使会派到不同的国家 马来西亚美国啊都有的 所以 每一个天使 不同的责任 他那个天使背后里面可能有几十万的天使跟随着他一起执行的 所以你讲到那个七灵的时候呢 他就没有分说这个一灵在这里二灵在这里了 我想所指的那个就是圣灵完全的彰显 但是我们也知道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天使呢 因为天使是在圣灵的管理之下 圣灵是在主耶稣的吩咐之下执行主耶稣的任务 然后圣灵呢 主耶稣就把这些天使就给这个圣灵去管理分派 来执行这个任务 所以我希望接下来的几次呢 我至于祷告上帝给我从他来的智慧 把这个天使虽然我们没有 我没有四季的眼睛看过天使 但是我可以从圣经里面 还有其他的牧者 我最近听到好一些牧者的见证里面都谈到这个天使的东西 所以我们会花一些时间跟大家分享 我们很感谢主有天使 这个那我自己呢 我在大概可能有两个月前吧 两个月前我自己在默想灵修的时候 安静静止祷告的时候 我自己感受到主耶稣给我的应许 他说我会给你七个天使 保护你因为你的工作太重要了 我说我会给你七个天使保护你 我当时我读的时候呢 我就 我的灵里面是这样的领受 那你可以相信不相信我不晓得 但是我自己当时的时候 我说我没有看过这个七个天使 我当时说 他说他要用七位天使做我的保护 因为他说你的工作太重要了 我要保护你 所以我随时随地要呼应 主耶稣给我的应许的七个天使 我说你 这七个天使可能不是那种大力的天使 可能是比较小的天使 但是还是有力量可以阻挡一些 可能要发生在我身上这些不好的事情 可能被关在煎熬里面 那个七个天使就把我救出来 或者什么等等 我不晓得 但是我自己的灵里面 我跟我的师母讲 我说耶稣允许我有七个天使 要保护我 所以我不晓得 当然保护我不等于我不会死 你不要误会 如果他殉道的话我还是会死掉的 那那那牧师因为我这边读的时候 他讲这个 神的气力要在彩派往古天下去吗 所以我都考虑到去哪里 他要 他要有一定有没有specific说他要去什么地方 有没有可能 刚才我做完间想到的是 是有全世界有分为七大洲 会不会有可能是那灵里会分进七大洲里面 每一个灵会会长 或是 那不可能说七个灵的那个完整的在那边 或是有不同的灵会掌管不同的一个的 一大洲的得钱 或是复制那一种的地方那样的情况 有可能吗 因为这个灵所指的是圣灵 它不是指着天使 所以圣灵我们不可能有七个圣灵的 我们就是一个圣灵 这个圣灵刚才我就给你看的 这个前面我有给你 这个应该是这个吧 我就特别放这一张的时候 因为圣灵 其实圣灵已经在地上了 这个两年前 这个五旬节的时候 它已经在地上 所以这个奉差遣 它已经是pass 10来的 它已经是过了的这个时 但是它要强调这现今在地上执行的 奉差遣在地上圣灵呢 它有这个气调气焰 就是说它会 这个所表达的就是完全能力跟完全的眼见跟智慧 所以我刚才解释的时候 可能我解释快了一点 就是你看 这个圣灵就是在世界各地圣徒的生命里面 圣子里面嘛 所以我就根据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里面讲到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点 看到没有 住在你们 所以这个 这个气 已经住在我们每一个圣徒身上 在世界各地的圣徒身上 在马来西亚的圣徒身上 在罗州的圣徒身上 在古来的圣徒身上 这个我们要看到 我就是我故意把这个字 这个经文怎么打出来 就是让你看到 三位一体的上帝 其实可以住在你的身体里面 这个是很奥秘的事情的 但是这个是一个事实来的 所以我说它现在在你的身上 它正在要借做你的身子 来彰显他的荣耀 所以如果上帝给你讲到的恩赐 你在这段期会讲到的能力 远远胜过你之前讲到的气质 所谓气质就是能力 所以这个就是神的气灵能力的彰显 所以当他这个气灵 气眼彰显在圣徒身上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读圣经 可能就是明白你之前的气倍 我用这个气质就完全就是你 你会发现你读圣经的这个理解力 远远胜过你之前几年前 你发现突然属灵眼睛打开了 很多属灵的事情看得很 就是比较清楚 甚至你能够看得更远 你发现以前你每次看东西都是 就是眼前的东西 你能够看到两个月三个月五个月 明年的事这都是圣灵上帝的气灵 他不能分化的 他就说这个圣灵不能分化 因为他是本身是圣灵来的 所以这里讲气就是表达他要完全的彰显 所以有些人说这个气呢 可以形容就是以撒尔书第十一章 那里讲到圣灵气方面的工作 所以他们有些人就认为说圣灵会 这个末日的圣灵呢 所彰显的七方面的圣灵的工作 所以我给你这个 所以他不是这个一灵气那里 二灵气那里 三灵气那里没有 这个圣灵呢 所指的就是这个圣灵完全能力的彰显 但是我讲到就是圣灵会分派不同的天使 也领受不同的这个能力 然后圣徒呢 那我们对圣经清楚的认识的时候 我们就会在我们身上彰显 好像五个月前在我身上彰显的就是这个神的气灵 因为他给我的力量大到一个地步呢 我可以每天进食 我每天进食 这是这是我从来做不到的事情 以前我信主三十多年 这是我们进食都是一次两次 需要进食 现在是就是故意 就是很刻意的去进食 这是我知道 这个不是我能够做的 我没有办法做的 所以我自己相信圣灵在特别五个月前就让我经历 而且我那一时的时候 那个时候一月份嘛 一月底 二月初我都忘记exactly the date 不过呢 我就是很清楚知道 当时我从圣灵的领受里面呢 他说接下来的事情我要你看得更清楚 那个时候 一月份呢 大家全世界各地都还算是 还是很好的嘛 所以我就顺服进食 然后很奇妙 这五个多月来就是 就是我的眼睛就被打开了 所以我就可以这么大胆地跟你讲 我是上帝末期耶稣要来用的其中一个仆人 我可以跟大家讲 我正在执行这个 确保上帝的这个 就是 应许是在什么时候应援 我可以这样讲 不是因为我有什么选择 我没有什么选择的 就是圣灵这里很亲自的引导 这些的经文 然后这些的时事 这些发生的 我给你这些的 我现在每一天的讲道 都是我讲完之后 接下来上帝就给我 我这四个月来的经历 就是我没有办法预测 接下来几堂要讲 我就是 我每一次讲完之后 我就休息一下 我就可以祷告 What is the next message 就下一个堂道是什么 我就在那边做祷告 花一个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我祷告完之后 上帝就说 OK 你接下来要讲这个 所以我这四个月来的经历 是等信息 等上帝给我 所以你会看到 我的信息里面 有时候会慢下来 所以一直要强调 特别是在最近 这三个礼拜来 神的灵一直叫我 不要离开 第五章第六节 所以我就顺服了 我就顺服这一点 我就说 那你就要给我 更多的信息 我要怎么样讲 我不晓得 我就是顺着这样讲 所以世界各地 主耶稣圣灵 他会分派不同的工作 去不同的执行 所以这个灵界里 肯定是很有那个系统的 既然我们看到 这个物质的世界 都这么有系统 灵界不是更有系统吗 对不对 对 谢谢 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你的问题 谢谢 那人要问的还是要分享的 有吗 有其他的问题要问吗 如果你不好意思 现场问题可以打字 在那个 Zoom群里面 如果有的话 我们就 有吗 有问题吗 好 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 帕牧师 你可以带领我们 做一个结束祷告吗 好的可以 好我们就接受打钢 谢谢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要献上感谢 让我们这晚上能够 有时间 能够来聆听 亮幕师的这个的讲解 让我们能够明白 神的灵 和天使的工作 是有不一样的 我们也相信 在这个 世界的末期里面 撒旦的 跟随撒旦的 邪恶的灵 也在组织性的 来进行他们的活动 我们也感谢 神才派你的天使 在世界的各角 也有你自己的活动 来感动 内住在我们的 教会 看看过每个教会 给你的灵 也感动 每一个基督徒 能够在这个 末期的时候 能够赶紧的悔改 使整个教会的策略 会有新的策略 在当中 然后传主福音 我们相信 我们所上的这个课程 对我们的末世里面 有非常大的帮助 和提醒 所以我们求主 自己来祝福亮幕师的事工 能够发挥更大的功效 能够祝福 各教会所听到的 让我们能够提早 做好一切的准备 所以我们感谢神 让我们今晚上所领受的 我们能够继续放在祷告里面 继续祷告神的带领 和神的指示 让我们能够在这末世的时候 成为你的精兵 是做恶福神以为要我们做的事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 侍奉主耶稣 最保护师名祈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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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谢谢末世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